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我惹您生气了 不都道过歉了吗 这又不是你的错 杭婶 是我不懂事 佩芸 她是无辜的 景珍 你是大小姐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就别跟我家佩芸计较了 你 惭不惭愧啊 问你话呢 惭不惭愧 我惭愧 没能及时把小姐您的东西做好 耽误了您少盖一床被子 就这样 只为我惭愧啊 景珍 景珍 你别生她气了 我家佩芸跟我一样特别笨 她笨吗 你笨不笨啊 景珍啊 我都跟你说了别再闹了 这个屋子里是有人笨 但绝对不是她 她有多聪明啊 她都知道 行景珍 你说 那行景珍是不是有毛病啊 说我蠢 说我笨也是她 一会儿又夹枪带棒的跳舞聪明 你还拿她的话当真啊 是啊 我得小心提防她 谁知道她又要使什么坏心眼 你该庆幸 庆幸啊她不是你家小姐 否则这倒是 那你怎么办啊 她可是你的小姑子啊 那我也得认啊 演戏吧 对景峰她娘演戏 对景珍演戏 这张笑脸要演一辈子 就怕最后 连自己也分不清楚真假了 她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什么真的假的 佩芸呢 到底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啊 到底是真对她好 还是虚情假意地护着她 依我看啊 是真的 她真有那么蠢的人呢 她本来也没那么蠢的 但她太笃定了 对杭景峰 对内丫头 对人性都太笃定了 所以她就蠢了 老祖宗说的话呀 是不会有错的 害人之心不可有 但是防人之心啊 不可无 你记好了啊 还有一件事啊 这件事你可千万不能插手 一来呢 犯不着为她出头 二来呢 你也别让你哥为难 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就是护着哥 你也要护着他 因为如果万一你爹知道这件事 那他什么面子都没了 爹自己以前不也是这样吗 你说什么呢 这是我私下里跟你说的事 你怎么可以说出来啊 那我以后就不说了吗 你知不知道啊 好不容易才等到那个徐雷说要走 你爹的脑子才清醒一点 不要再提什么任义子的事 对啊 那个徐恨现在也不来修装学手艺了 那就好了 你爹也分清亲书了 所以我跟你说啊 你就别再兴风作浪的 让你爹生你哥的气了 他可是你亲哥哥啊 我当然会护着哥了 那个徐恨是什么东西啊 他有多远滚多远去 老爷 阿恨在查失踪的脏物 您看我是不是 不用 这是我自然会处理 可是 杭老爷 说了我会处理的 师父 这几笔速胚为什么没有记下来 是没有 为什么 它就是没有 你这叫什么话 如果所有的布匹不一详细记载的话 要库房来做什么 那可能是原来江家的备料 江家的备料就不用记了吗 如果我不记清楚这几笔布的去处 怎么控制货源 那是 那是 那是什么 是徐先生 徐先生负责的 好 既然已经弄进来了 放了这么久 不会拿出去晒什么 好好的几笔布 都已经起没了 不能晒 一晒就黄 是劣质布 既然不能用也不能晒 那为何还要进的 谁进的 你爹 好老爷 你自己看看啊 整个秀室 每天每个秀娘 他们需要多少秀布 光说每季消耗下来的胚布 就能铺满整个苏州了 对 那为何还有智货 哦 不智烈嘛 只能成智货了 那为何还要进呢 总得有粗胚供习座之用吧 那江家绣装 岂有习座之品 这也绣得不错啊 谢谢 嗯 绣工越来越好了 加把劲啊 嗯 一定会出师的 库房的工人跟我说了 这几笔布 是以江家的名义进来的 按照常理 江家是不会买醋杯 江家所做皆为尚用 尚用需要细部精丝 怎么可能 嗯 我听了几家老板都在说 最近你在查证 不是查证 是了解 想了解什么 一切 相信我 你不会想了解 我想 卡拉你问吧 我让你了解 第一 苏州秀氏原以江家为首 但独缺江家绣装的账本 也就是说 没有账本 你自己也都说了 江家以功尚用为朝廷服务 能有盈亏吗 就算无盈亏 也应该有进出啊 出的是功夫手艺 进的是光彩荣耀 这能记在账本上吗 光是那块玉瓷的匾额 价值何以为基啊 只能记在祖宗的牌位上 它无价 据我所知 江家绣装 虽是功尚用 但实际上 苏州秀氏 其他的秀氏买卖 江老爷是有参与的 这也分不到利润吗 年轻人哪 我劝你不要毁掉老前辈 身后的轻裕了吧 我没有这个意思 没这个意思 说话就更得谨慎了 什么叫参与秀氏买卖 他如何参与啊 他江学文的秀座就不能拿出来买卖 一般的普通百姓 能用到跟宫中一样尊贵的东西吗 江学文是大师 是秀氏里的精神领袖 这也无价 不能寄到账本上 那好 既然是精神领袖 未必轮到后期 桑秀户里都不认他 约也不是由他打 这我都查过了 看得出来你是下了功夫的 后来后期他是因为敢秀龙袍 所以一些琐事就由我负责 再后来他阴暗入狱 江家园便当众宣布 秀氏里的一切由我全权负责 既然你查过了 你应该早就了解了吧 接下来呢 第四 第五呢 我还占了江家哪点便宜 还是你认为江家园还吃了什么暗亏了 现在换我来告诉你吧 第一 既然我敢把你往秀氏的核心里放 就不怕你查出半点可疑之处 第二 你得搞清楚啊 你所查的很多事情 其实都是由你父亲经受 第三 初一时我的月亮不同 但都是月亮 就看你哪天抬头 别以为只有满月才是月 只有你的正义才是正义 那都是你自己以为 我只是要答案 没有答案 只有结果 结果是江家被抄了 江家园依然衣食无余的被谁照顾着 结果是你爹出了半点差错 你却好端端的被栽培着 刚才你看到那些绣娘 都是一些初学乍链的生手 西座只能看正面 翻过来是不能看的 也只有出了诗的绣娘 才能够前后左右无可挑剔 也才是上品 你得学习食货 学习鉴赏上品 看正反又有什么用 那都是见不到人的 但那却是最真实的 真实的是 大家都吃饱了 穿暖了 富足了 即便江学文在世 这也是她要的 进来 燕燕啊 来了 杭叔 您找我 来 里面坐 坐 我没事 我站着 这么晚了 把您吵醒了吧 我还没睡呢 倒是您 怎样我忙到这么晚 火啊 还好还好 家里头还住得惯吧 很好 家里上上下下 对我们都很好 很照顾 杭叔 你怎么了 媛媛啊 你长大了 你也懂事了 杭叔看在眼里 反而心疼啊 真的很好 不是很好吧 不熟悉的地方 不熟悉的地方 总是会有一些委屈的 但难为你 也全都忍下来了 没有什么委屈啊 在我的记忆中啊 你是最不能受委屈的 这半年前 在学问跟前 谁要让媛媛受半点委屈啊 那你还不把整个屋顶都掀开来了 连家都没了 哪儿还来的屋顶 可以闹开来陷呢 而且啊 也没有委屈啊 如果有 你可要告诉我 没有 也只有跟我说才有用 跟别人说 也解决不了问题 别人 谁啊 没事没事 总而言之啊 有任何委屈 你就直接告诉杭叔 明白吗 知道 如果没有别的事 你也早点歇息 我先回去了 好 对了 来 这些银子 放在身上留着用 不用不用 我有钱的 留着 真的不用 江福身上有 你就留着 你这个贼 你就是个贼 你讲话可要有证据的 这个就是证据 人赃俱祸 你还想抵赖啊 怎么回事啊 三更半夜不睡觉 穷诈乎什么 爹 家里闹贼了 就是他 干什么呀 好事啊 我们家江福不会做贼 他就是贼 这个就是证据 说清楚了 究竟怎么回事 爹 家里最近老丢东西 尤其是最近这阵子 家里不停地丢东西 所以 所以 就是江福偷的 因为我们最近才搬过来 这就是你所谓的证据 好啊 我教你心服口服 我已经留意他很久了 最近夜里啊 只有他一个人鬼鬼祟祟偷摸摸的不睡觉 不知道在干什么 他在干活 因为活白天干不完 要晚上继续干 免得被别人咸咸咸语 说他吃白食 晚上干活就是贼了 杭婶 你亲眼看到他偷东西了吗 我不用亲眼看到 我早估计到了 没脑子的人都能想到 他哪来的钱 供你这位大小姐继续吃喝玩乐 这么花销啊 还买东西撑场面呢 有什么可百括的呀 搞了半天这些东西 都是从我们家偷来的东西换的 不稀罕 你闭嘴 你敢凶我 我就凶你 有本事你别收我礼物 手软了拿东西 你就没资格嫌弃 还你 还我 就这成色 以前在我们江家 连佩云都不稀罕待 既然都收了 现在还我 我会要 你敢说我不如你家丫头 住手 其恨 当着下人的面 你们还嫌不丑啊 没凭没据的 就把事惹这么大 我搜过了 我是一间房一间房的搜的 你还搜房 对啊 我趁夜里啊 攻击不备 搜他可措手不及 我打开门扇门 逐间房的查呀 你堂堂一家主母 大半夜不睡觉 你搜下人房 我要抓贼还要查赃呢 如果我不这样的话 那我们杭家还不得让他给 住嘴 哎哎哎哎哎 哎呀怎么啦 你还会不会当家 会不会做主了 啊 丢人现眼 我现在是为了杭家好 上不了台面 我杭家岂是小门小户 小鼻子小眼啊 我还进不起头啊 一窝贼 我杭静亭还养得起 我让你为了这个破东西 大半夜不睡觉 给我挨警挨护的搜 哎呀 哎呀 现在明摆着他就是贼 为什么我就不能查呀 早非要等他这种人 把咱们杭家的东西 你还跟我闹是不是 你还跟我闹啊 你还跟我闹啊 哎呀 我冤呐 我真的好冤呐 现在他们是贼呀 你为什么骂我 你丢人 他偷东西 就算家里出了贼 也不是这个查法 那你叫我怎么样啊 我做什么都是错的 做什么都是我不对 我现在好没面子啊 我一心不在杭家 可是你却说我 他们明明是贼 为什么要说我呀 我好冤啊我 还千万说够 娘他 那个天婶他 拿钱 哪是拿呀 那是偷 是我放在那儿 让他拿的 你献他于不义 爹说过的 交友用人 勿献人于不义 哎呀 别理你爹那一套 你爹哪知道 过日子有多难呢 那铁婶家里头 上有老下有小的 每天一睁眼 就需要花钱 那也不能去偷啊 哎呀 那不到万不得已 谁愿意去当贼呀 那你就让他去偷啊 傻孩子 偷不尽的 你想啊 他又不是为他自己 他这是为了家里人 哎 哎 他为我们家干了不少活 咱们要借钱给他 倒好像他欠了我们的人情 就让他拿点吧 帮帮他 那他知道我们在帮他吗 要他知道干什么呀 哦 这事可千万不要声张啊 嗯 好样的 小姐 哎 江福 你这是干什么呀 快起来 小姐 你得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 你老糊涂了 我不相信你 我爹都相信你 我敢不相信你吗 老爷 我 我也想夫人了 你在看什么呀 小姐 你看什么呢 好 随便看看 我要搬出来 怎么了 你们不赞成 我以为你们一定会赞成的 小姐 都是我们不好 让你为难了 不是我为难 是人家为难我们 咱们没有错 既然委屈也求不了权 那干嘛还要受这份委屈啊 小姐 其实 要是你一个人在行家 他们还不至于 为难你 都是让我们拖累你 老江福 你要再这么说 我可要骂人啊 老江福 他说的没错 你还说 好 总而言之 我打定了主意要搬出去 现在 就看你们 看我们 你们可以 不跟着我 小姐 小姐 你 我还算是个好小姐吗 没肩膀没本事 连你们都跟着我受气 我愿意啊 我也愿意 我不能 小姐 你这么说 就是要赶我们走了 老江福 小姐她要赶我们走 这 反正我是撵不走的 她要是去哪儿 我就跟着去哪儿 我也不走 除非 除非你嫌我们是累赘 当然不是 小姐 老爷生前可是答应过的 只要我愿意 只要我愿意 我可以在江家养老送终 小姐 你 你可不能不认 这是老爷说过的 对啊 小姐 小姐 就算 就算将来你嫁人 我也要跟着你 怎么 怎么现在就不管我了 我何尝不想一辈子 把你们留在身边 但是现在 连家都没有了 我要怎么照顾你们啊 小姐 小姐 我们照顾你啊 你们还要怎么照顾我 在杭家没日没夜的干活 还被人当成贼赖房 还一件件 拿着江家的东西出去盗 我 我真没本事 出劳而立正饭吃 天经地义 再说了 咱老江家荡出去的东西 有朝一日 咱再把它赎回来 现在只是一时应应急罢了 真的有那么一天吗 当然有 肯定有 人喝一口气 只要这口气才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哪 怕什么呀 对呀 现在 你跟着我们就对了 对呀 吃饭了吃饭了 好 走走走走 我们真的决定搬啊 要是真的决定搬出去了 可得花一笔费用 吃用 那是往后的事 现在就要租房子 你说 他会向杭家开口吗 我估计不会 你看他这性子 那怎么办啊 那找景峰少爷要 谁让他是他的 难说 这件事啊 谁也不好说 再说了 他决定在这个时候搬出去啊 那就是 故意挑补他不在家的时候 他不想让他知道 怎么办呀 没钱搬不了嘛 我这儿还有两件东西可以荡一荡 我姐回来了 这可不行啊 怎么不行啊 本来就是我们买的 他嫌弃 我们拿去荡了 还能值几个钱 江湖 我先去吃饭了啊 你们俩说什么了 没什么 我也去吃饭了 我说你干嘛老跟着我呀 你这么死盯着我 我啥事也办不成啊 你要办啥事你告诉我 我帮你跑道了 不能说 快回去吧 回去回去啊 小虎 小兄弟 你 我不走 除非你告诉我 不能说 小姐交代 这事千万别先说出去啊 那我就更不走了 我就这么跟着你 我让你啥事也干不成 你 你 你说不说吧 江湖这么快就定下来了 应该是吧 江湖 江湖 你手脚这么快啊 定下来了吗 定下了 房东给的价钱好吗 他愿意让咱们先欠着 愿意 愿意 谁啊 谁啊 脸上窗我都定好了啊 江湖 你这干嘛呀 我这把你追到大街上来 人家看见了还以为咱们俩 我管三姑六婆们怎么看怎么想啊 爱怎么想怎么想 这倒像我以前认识的货头子 就是吧 搬出来就搬出来 干嘛不让我知道 怕没面子 我以前叫你搬出来你不听啊 笑话 我什么时候怕我没面子了 那你干嘛不让我知道 我干嘛要让你知道 除了江湖和佩云啊 我谁都不想说 哦 他们是自己人我就不是了 有福通侠有难同当 现在没有福了 只有难 还有朋友吗 走走走走 快回去商量商量去 这些事我自己会处理的 江湖 他们牵手了 看什么呀 你过来过来 那 那他们牵手 景风少爷怎么办啊 你急什么呀 哎呀你就别在大街上站着了 来来来走 好了娘 别生气了啊 这叫我能不痛心吗 我们做了大半辈子夫妻 有什么意思啊 老是这样 在那么多人的面前 在那么多人面前让我难堪 整天都说是我的错 什么都是我的错 哎 现在家里面有贼了 不用查啊 是不是要人把行子的东西都搬走了呀 说我不会当家做主 二十多年来 家里都不曾少了东西 是最近才开始有人偷东西的 娘 你省点儿力气吧 都不在 骂李白骂 一会儿又传到爹的耳朵里了 哎呀 我就不明白了 你爹他凭什么那么说我 爹是个要面子的人嘛 家里有贼他就有面子了 你抓贼的方式让他觉得没面子了 他要面子 难道我不要啊 当着大庭广众 那么说我 往后我怎么带人呢 本来我还想做成这事之后 在他面前邀功讨他一声夸呢 没想到 最可恶的就是那个江家元 他居然敢凶我 就是看准了哥不在 要是哥在的话 就让他跪在我们面前 跟我们认错 井峰什么时候回来 三五天回来 小姐这件事 你不等井峰少爷回来 再跟他商量商量吗 有什么好商量的 还要做不了主 你有私心 我就是有私心 我就是偏向他 井峰少爷也会偏向他 得了吧 他就是个软骨头 我不许你这样编排他 不许也没办法 他就是那样 他对我们家小姐好 哪点对他好啊 对他好你们现在还会这样 你 好了 你们都别吵了 谁对我怎么样 我心里都有数 站在井峰的立场 他对我好 也只能搁在心底 不敢明目张胆 小姐心里明白就好 所以我才不告诉他呀 他要是事先知道了 那多为难啊 那那你就是 不等他回来 我就要先搬出去 这么快啊 还舍不得 这事啊 就我们四个人知道 谁也不准说出去 怕什么呀 根本没有人想要留我们 那对母女要是知道了 他们还巴不得呢 杭老爷也不让知道 我不想演戏了 没意思 要是做做样子 说是要留 又不见得真心想留 又何必呢 我索性啊 就做到底 当一个不识相 不知敢回报 没心没肺的人 随便了 小马游人吧 走你的路吧 你突然长大了 我不想长大 可惜 没那命 我替景峰布置 小少爷 景峰景峰 没鬼子 我就顺口嘛 好了好了 快走吧 走 走 只要你愿意 我可以等 你让我永远长不大吗 只有一个男人可以 那就是我爹 可惜他不在了 所以 我没那命 我陪你 你不用了 你快回房间去吧 热水烧好了 我给你端进房间去 没热水 因为没有人批柴 干活的人一天到晚都偷懒 不知道跑哪儿溜达去了 那咱们不行了 走 江家元 有事吗 跟我道歉 你 你 对不起 没诚意 对不起 我真心真意地 跟你道歉 杭景峰 佩芸 回去 回去 小姐 那我先走了 可以了吗 还需要再说一次吗 后悔了吧 嘴上在笑 可心里已经开始打鼓了吧 过两天我哥家要从外地回来了 你想 我会怎么跟他说 明明是你们家下人在做贼 可爱骂的却是我娘 这件事情要是被我哥知道 你笑什么 有什么可笑的 金珍 你有背脚要纳吗 或者 还有什么别的针线活 你少跟我来这一趟 你发完标了 你得意了 现在第三下四地跟我示好 你觉得有用吗 没用 来不及了 反正等我哥回来 你在这儿的所作所为 我会一五一十地通通告诉他 好 还有 我娘到现在眼睛都是肿的 我哥也会知道 嗯 我回去了 你也早点休息 江家元 你神气什么呀 我哥早就已经变心了 他早就聘上了你那个丫头 没什么好神气的吧 我告诉你 其实你连你的丫头都不如 他俩早就好上了 你还真别说 我是不如佩云 景峰啊眼光不差 你回来了小姐 你快跟我说说 她又怎么羞辱你了 我也搞不明白了 反正我们也要走了 你干嘛还受她气啊 她也挺可怜的 她可怜 我看她是可恨才对吧 我真是觉得 她挺可怜的 她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 无气抹黑的 一个人守在厨房里等我们 我们万一不去厨房呢 她不是白手一夜 你想想那光景 你呀放心吧 她会换着花样来折磨你的 那就更可怜了 先是苦等 等不着又气 气又把她气得睡不着 到了明天早上 当着她爹的面 她又不好发作 那就更气了 饭也吃不香 又气又累 万一又犯了胃疼 她可就更丑了 瞧你说的 就你想得开 我是想得开啊 我的心里 从来没有这么舒畅过 一想到马上 就可以离开这儿 我就觉得 我可以不用再奋战于她了 她真可怜 我就不懂了 哪有人 会让人讨厌到这种地步 我当大小姐的时候啊 适合玩了还来不及呢 她可真不惜福 是有人不惜福 哎呀 现在我们得睡觉去啦 佩玉 你想离开杭江吗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跟着你就对了 小姐 你干什么呀 我们俩都没洗澡 怎么有点臭啊 臭丫头 你要做事 我得吃饭吧 不干活赚钱哪儿来的饭吃啊 有我跟佩芸就够了 对啊 再说 我还可以去绣庄里干活啊 那我做什么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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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吃喝拉萨睡吗 你在那儿偷笑什么呀 那是以前 现在的我呀可不会这样了 那 那你能干嘛呢 啊 好了 咱们大家合计合计 总能找点事给你干 是吧 是啊是啊 总有活干的 再不进 我们可以养你啊 真的 这除了吃啊 我什么都不会做了 以前我爹宠我 他总是搂着我跟我说 会做的人做一辈子 会吃的人吃一辈子 圆圆 我养你一辈子 你只负责吃就行了 这下可好了 我就只会吃了 就她了 人呢 小姐您找谁啊 江家那几个人 怎么一个都不见了 跑哪儿溜达去了 不知道 不知道 是啊 一早就来 佩芸早早把衣服都洗好了 阿恨帮着老江福 把柴火放好 许愤帮她砍柴 是啊 江小姐和佩芸 还一起把碗盘都洗干净了 不但没有翻脸 还帮她干活 小姐您有什么事啊 那然后呢 然后就没看见人影了 四个人一起不见了 不知道我们忙着呢 不行不行 绝对不行 为什么不行啊 我只会吃啊 不就是因为你只会吃吗 吃啊 这吃是什么 你懂吗 那肯定是没你懂啊 就是人做完了 端到我面前 我只负责张开嘴 等到吃饱了 打一个嗝说 嗯好吃 那这就是我会做的 这不都一样吗 你站在这儿 现在我就是客人 你放在我面前 我就开始吃吃吃 我就吃饱了 我打个嗝 嗯好吃 这不就完了吗 这怎么一样 以前啊 那是人家做给我吃 现在是我做给人家吃 那你就做呀 我不会呀 学呀 让你学做饭 那简直就是 驾轻就熟嘛 从小到大 有什么好吃的 没进过你肚子 没进过你嘴巴 哎 本来的嘛 连御膳房的冰糖肘子 你都吃过了 冰糖肘子 什么 他不行的他 你看我们家小姐那样 你们快别难为他了 真不行啊 你呀 那让我们了解他呀 那不行 你问江福 那行吗 他 不行不行 你让他去市场上买菜 然后洗干净了 切炒爆 不行不行 他呀 连什么肚当和滑水 是哪一块他都不知道 更没说大葱跟蒜白 他也不知道啊 他以为豆沙跟枣泥是一家呢 他呀 以为素鹅就是鹅 这可是连我都知道的 我也知道呀 这肚当是肚子 滑水就是尾巴 枣泥是大枣做的 豆沙是豆子做的 这素鹅根本就是黄豆皮啊 说我不会做 我那是客气也是坚虚 你们还真看扁我啊 好啊 那你就做了 做就做 哪个是蒜苔 哪个是葱 哪个是葱 长得还真挺像啊 这个是葱 这个是蒜苔 我就是想说这个是蒜苔的 快切吧 你切 我 你是老板娘不是 我不是只负责端菜吗 那是我跟姜福的事 好好好 我切我切 不就是切蒜苔嘛 哎呦 我的大小姐啊 你这个啊 就是懒人绣花穿长线 怎么能这么切呢 我们做的是本帮菜 又不是大葱烧饼 刀工讲究一下行不行啊 细致一点好不好啊 行 大师傅 你来吧 行 你看好了 交付我们来 好 好了 没想到 咱们老姜家 真是卧虎藏龙啊 好了 我们该洗该切的都弄好了 现在就该你了 嗯 现在就能吃了 你看吧 他真以为他只负责吃呢 你呀 把他弄熟 得先生火呀 我先用这个呢 我的天真是 我先用这个 这个 我先用这个 可以用这个 我先用这个 不是 你 我先用这个 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